我打到过好多人啊 我刚才下去还有这个晕倒的呀 谁还把我救到来的 快点啦 快点啦 据央视新闻消息 12月27日 记者从重庆市开州区相关部门了解到 重庆市开州区长沙镇石寨社区六位村民 疑似气体中毒晕倒被送逼 其中三人抢救无效死亡 据该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事故发生在一处大量干局堆放的坑内 有村民下坑后 倒地昏迷 另外的村民下坑失救过程中 也倒在坑中 事故发生在26日 当地已成立工作专班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此前报道 12月27日 有网友发布视频称 重庆市开州区长沙镇 发生一起突发事故 多位村民疑似中毒晕倒被送逼 多则网传视频显示 一处荒地有多处深坑 坑内有黄色物体 旁边有多人倒地 警方和120急救车辆赶到现场 开州区应急局工作人员 回应急目新闻记者称 事故发生于26日 有人员伤亡 当地已成立工作专班处置 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